不要丢球把时间打完 最后十一秒钟 抱着结束了 抱着结束 不用用 抱着就结束了 郭霖川仍然落后这一分 最后的七秒头盔 会用什么样的进攻方式呢 好 七秒钟的时间 头盔牢牢地抱住球 保护住球权 球被拍掉 郭霖川继续紧逼 这个球 不够五秒 球到十了 持球五秒尾利吗 我们来看一下 哦 头盔的球是被破坏了一下 所以当头盔哥重新持球的时候 已经时间不足五秒钟 不够五秒 结束了 好 第一局头盔先下一城 第一局输的时候 有一点点低落 但是没关系 因为不打比赛优势 但是往往是在后面 因为我的体能比较好 体量不太紧 还受一下 你看后面两局有机会 好许的 而且造他犯规 他现在我在旁边一直给裁判压力呢 我问一下 就前一分钟 一天挺住了 前一分钟挺住了 争取能多打进几度 往里面杀伤多打进几度 好 第二局比赛 郭凌川先发球 他肯定要慢慢运球 磨的头盔哥 我感觉 我希望他磨时间 他磨时间的话 其实对头盔有利 郭凌川 漂亮 就这么打 就这么打 好球 郭凌川进入状态了 3分 这个硬币没有翻到 头盔想要的那一面 郭凌川 好球 1分 头盔是一个非常可敬的对手 三年了 确实没有赢过他 总在寻求一个赢他的机会 郭凌川 得分有效加罚一球 郭凌川这局不错 颠进去了 正常防 有脚步防 投球 头盔 落地的时候砸到什么了 摄像机 天呐 头盔的右膝盖 在去年经历了 他的这个篮球生涯 最大的一次伤病 前交叉断裂 不要 我第一感觉就是 不要让他打 你自己坐一下 行吗 坐一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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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不行 就 没事 不能要撑 没事 没事 希望没事 希望没事 只是撞一下 头盔一直在坚持 他有一句信念和口号 就是never give up 永不放弃 如果我是他的话 我也会选择继续打 但是可能作为教练 不一样的角度出发 可能就会有一种保护欲 我不想让他身上受太严重的伤 凶狠的眼神 死死地盯着你的猎物 死死地盯着你的猎物 走啦 走啦 来了 放球 七比二 郭林川领先 加油 不要放弃 没关系 才差五分而已 两次进攻就回来了 加油 头盔哥 头盔 肩膀 第一手上篮 还剩一分零三秒 加油 再防下来一个 最后翻过来 最后翻过来 我们全场得上 郭林川 中距离 两分拔 没有 哎呀 不要投啊 打自己强项 郭林川 这是一个机会 太着急了吧 浩阳 顽强的头盔哥 把比分拉了回来 还有十九秒 没关系 防一防一防以后 你还有时间进攻 进给机会 这个必须得进 要不就不好说了 放手 放下来 这一局对郭林川而言 必须要赢 郭林川 这个球进了局势就不一样了 乱个脑子 机会来了 三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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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一个 机会来了 我好激动 三秒 全是前面的 因为体力方面来说 交换体力太大了 所以从第三局一开始 来说就比较艰艰艰难 这局还是你发球 你让他先把他打松 要不然你俩一个不进 两个不进 三个不进 倒在后面终于起势 好了 开始吧 来了 第三局 头盔哥外号单挑中阶者 陆日王单挑46关 郭灵川外号球场硬汉 陆日王28关 一个28关 一个46关 都是不得了的人物 头盔第一攻 头盔 尽快 左手漂亮 非常简洁实用的动作 左手一步加速之后 换右手上篮 头盔今天确实给他的 耍花活的空间太小了 他必须要把自己的实战功底 展现出来 而且毫无保留 三分球 三分球 没劲 他平时不投三分的 今天可能投那么多三分 二比零 二比零 头盔 后撤两分 后撤两分 来了啊 杀人的眼神来了 还得后撤可以啊 看看郭凌川怎么选择 还是选择三分球 试探补一步之后 球进 郭凌川用相对省劲的方式 来快速的上分 郭凌川心脏够大啊 看看头盔 也是还一个三分球 都没有计 高一点 太低了 太低了 转换进攻 换球拳 郭凌川打 强托 身体